明代诗人曹学泉 诵前德二年 吴越国俊首报修让 为祈求国境安宁而建 四出名 岳山吉祥禅院 明正统九年 赐俄华林寺 遂改名并沿用至今 华林寺几经心肺 最为雄伟 最具风格的大殿 得以保存 华林寺大殿 是长江以南 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 大殿坐北朝南 面阔三间 近身四间 台梁式木构架 单岩九级顶 主体构架为八架船屋 前后乳符用四柱 彻上路名造 大殿四岩 集内柱头上均施斗拱 用材硕大 大殿有十八根木柱 柱子以上全有斗拱支撑 不用一根铁钉 斗拱组合严谨 简洁 沿下四周 外相用 双秒三下昂 重拱偷心造七部座 内转铺座 均按需 随移加减 大量运用插拱 这种框架结构的 合理性和稳定性 使大殿经受了千年风雨的考验 至今保存完好 这种木柱风格流行于南北朝时期 随唐以后已不多见 古朴的造型 精湛的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风格 使华陵寺在唐宋时代的木构建筑中独树一致 一门之隔 华陵路上车水马龙 华陵寺内落叶游升 千年古叉 静静地注立在这里 越近福州这座古城的沧桑与繁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